我問一下小平議員怎麼觀察 我的觀察最壞的結果 出現叫成歸成土歸土 什麼叫成歸成土歸土 就總統跟區域立委投票 跟不分有有一致性 那就會被函拖到嘛 這第一件事 第二呢 大家看一下 這不分區的民調 蘋果的 我認為小黨三個黨都會過 大概會分到10席 我們不分區有34席 所以兩大黨分24 最壞最壞的結果 國民黨最不好的組合得10 民進黨得14 最好11 所以那吳敦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吳敦毅殺不進立法院了 他以為有14 他當然不想排14 他排過8排過10對不對 所以他以為14有 其實沒有了 乾脆退出就聽你郝龍斌的話吧 還留一個歷史的美名嘛 留方百事一下 吳敦毅現在有在意美名嗎 不在意 他豁出去了他不在意 連再怎麼弄他 連人家怎麼弄他 他都不在意 好我講一下小巧的內幕 在你節目 第一個內幕 我講黃富星 沒有反對 他保吳思淮 不管是于北辰 不管是羅少和 不管是黃富星的金恩慶 自己不管是放黃富星 中將的書記長 都OK 不是 所以不必 你要放吳思淮 你要跟老共交代 不必赖給金恩慶 好 這第一件事 黃富星 我先講他的內幕 第二個內幕 好龍斌喔 黃富星認為 放一個我的代言人就夠了 但是這個代言人 不必然是吳思淮 不一定是中共代言人 對 也可以是羅少和 也可以是于北辰 不管 反正就是軍系的人馬 可以放一百個以上 中將以上 超級少將以上 可是到底是誰挺吳思淮 是國台辦劉傑一挺嗎 還是北京挺 北京挺主席挺吧 吳主席挺很簡單 第二個內幕是什麼呢 好龍斌喔 這次不報名 然後吳敦玉找好龍斌三次 交報名表啦 他說不要啦 他說交啦 這樣好看 我也交 你也交 曾永泉兩個副主席都交 好龍斌就免文其然交 而且跟他講名次 前十名是安全名單 結果一交了以後 連三十四名都沒有 這第一個好龍斌翻臉的 第二個好龍斌看到 他們我們禮拜三 是不是開那個中產會 丟出第一份名單 還有邱毅的時候 前面都不放邱毅放風聲 邱毅安全名單安全名單 可是沒有白紙黑字 然後呢我們禮拜三之前 最關鍵叫中山匯報 七個大頭的審查委員會 然後當初一看到邱毅 掉頭就走 我說好龍斌 因為他不要放邱毅 好龍斌還是比較中華民國派 這是第二個內幕 然後第三個就是禮拜五的 最精彩的吵架 禮拜五就開名單很成糾嘛 開個臨時的中產會嘛 然後呢好龍斌一開 好龍斌平常是不發言的 一開始發言就說 就叫吳敦義退出十四名 叫他撤退 不要放把自己撤掉 那當場面非常尷尬 跟吳敦義的帶刀示威 叫江碩平 跳起來幹給好龍斌 說你副主席 怎麼可以這樣搞主席 然後他你再搞主席 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講出抖出來 好龍斌 勃然大怒 那臉比朱干涉還難看 他說你給我講 你給我講給我講出來 就凶江碩平 那黑臉江碩平 白臉吳敦義 吳敦義說 碩平啊 坐下坐下坐下 這樣吵架不好看 那就把它坐下來 就是簡單講 像好龍斌是完全翻臉 國民黨政府主席 這樣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呢 國民黨要何去何從 看起來是不會改變的 還有我更憂心的一件事 就是你亂搞 就出現墨菲定律 什麼墨菲定律 就投票那天票最少 那我們我們想守住 最後一塊禁堵 連蔣灣這種都危險 因為區域立委 因為你這樣折騰 險勝的七八席 會變成險敗 民進黨險勝 來回十五席 那你三個黨 國民黨這樣來回十五席 跟民進黨來回 那個差別是十五席啊 好啊 你總共三十四席對不對 總共一百一十三席 然後讓這個小黨拿十席好了 這次小黨很多人投小黨 總統兩個都不滿意 我就給小黨機會 立委跟那個是分離的 好啊 你拿十席 你還有一百零三席 那你國民黨 國民黨是不是要守住四十幾席 才讓它變成五十 五十七才過半 我們所有的目標是 擋住民進黨 變成五十五五十六嘛 可是我看起來四十幾 弄不到 你覺得弄不到 我覺得會 顧一下國民黨 搞不好破四十 上市三十五 就是區域加 我們不分區十席好了 那區域還要有三十席 不見得有三十席 所以會碰到大麻煩 本來一定有 為什麼區域不見得有三十席 因為整個大環境 國民黨票太少了 而且國民黨的 類似蔣萬安李燕秀這種 都可能這個敗選 搞不好都會滅頂 很麻煩 我現在如果有人貼一個招牌 說票投蔣萬安 就是票投五十環 你覺得對蔣萬安是 加分吹票 還是這一個相對幫忙敗票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另外一個 那個帥哥叫什麼 吳宜龍 可能爽到中風 今天吳思淮 我不曉得為什麼一定要放吳思淮 而且很奇怪 你看邱宜拿掉 小姐拿掉了 還陪嫁一個張情侶 好進來個丫鬟 你到底為什麼要跟老共這麼好 你怕他幹嘛 你為什麼怕習近平 怕劉潔一 你為什麼一定要放吳思淮 將軍有幾百人可以放 這裡有兩個謎題 你剛剛講的那個謎題 是為什麼一定要放吳思淮 對 當時到底誰是殺人凶手 誰放邱宜 然後這是第一個我的疑惑 第二個疑惑是 邱宜這種坦克車怎麼會主動宣布要退 誰把他勸退 誰讓他主動退 然後第三個疑惑是 這個社會的反彈聲浪這麼大 還要硬推吳思淮 是 這裡頭有三個疑惑 這三個疑惑都是吳敦尼 一個人的決策嗎 是 第一個問題是 這一次看起來是七個人開會 副主席啊 主席啊 什麼主罰會主委 什麼杜建德 副秘書長 絕對是獨斷獨行 名單放吳思淮 放邱宜 絕對是吳敦無意志 吳敦意志的第一件事 第二 雨情化然之後 然後呢 他怎麼樣 取法忽衷 他絕對 他把邱毅 以及吳思淮拿掉 那就好多了 他拿掉邱毅 因為邱毅比吳思淮看起來嚴重 可是他絕對要保留吳思淮 這一定是不要斷了跟大陸的連結 就怕觸怒大陸 吳思淮當然是大陸的影子在裡面 力量灌注到台灣的民主選舉 如果吳思淮算投共 那吳敦尼的決策 算不算賣台 賣國民黨 現在還沒有能力賣台 因為我們總統 因為他不是 我覺得我們很難選上總統 我覺得他 不他會把國民 以前他是我的偶像 你覺得這樣子算賣國民黨 賣國民黨 出賣國民黨 因為總統 我們是蔡英文嘛 今天 以前他是我的偶像 他是講一宗 不管習近平爽不爽 他是講一宗各表的九二共識 我覺得就中華民國派的說法 然後呢 因為這樣 老共跟他拒絕往來 然後他呢 想恢復往來 因為國共論壇 他跟習主席 吳主席不見面 這主席是空的 對不對 國民黨主席 所以呢 他就 他在2月4初 可以簽和平協定 你現在還是不理他 那現在是不是你為了要跟老共繼續往來 是不是你保留主席 或是主席被罷免掉 或自己辭職 你還有20個立委貼身四位 那當總統還是蔡英文連任 這20個立委還是國民黨在台灣最大力量 跟造成國共論壇兩黨往來的最大籌碼 他是不是如果因為這樣子而背叛了你的主張 而背叛了一中各表的九個共識 而背叛了中華民國的魂 國魂的話 你是歷史罪人喔 好 那如果這樣子在你的定義裡叫做出賣國民黨 出賣國民黨內沒有辦法改變這個政治決策 因為國民黨全部是一群綿羊 最多只是嘴巴狠 大家有副主席反他 郝龍斌 說的也是 你講的挺有道理的 郝龍斌如果要幹到底 要像香港理工大學一樣死守理工大學 郝龍斌果然也是很廢的 就只能開個記者會對著鏡頭說 這個抗議啊 抗議完就回家睡覺 因為太客氣 今天郝龍斌朱立倫終身在要造反 就是只要做一件事也不用抗爭 我們文廠就鬥垮了 就你集結中央委員 讓吳敦義95票以上反對 他就被拿掉14名了嘛 沒有人敢做 國民黨是一群鬧腫 你相信我 真的 就是對照香港理工大學 還死守的學生 國民黨這些真的很廢 問一下鍾小平 韓粉真的會挺 無杜力繼續當黨主席嗎 當然不會 韓粉討厭死他了 怎麼可能 韓粉在集結 憲龍斌這個週末嗆聲說 他考慮要競爭參選黨主席 不會的 不會的 你相信我不會的 今天真正退出國民黨 只有鍾小平嘛 我至少我敢退嘛 對不對 那其他人敢退嗎 今天其實中生代集結 這次可惜啦 郝龍斌跟朱立倫也很優秀 他們沒有集結 武鬥我們承受不起啦 韓國瑜 韓國瑜還是有責任 還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不管他表現好或壞 可是文鬥就是 而且這文鬥是拿回一宗個表 這是拿回 維繫住黨的靈魂 叫一宗個表 對不對 你沒有一宗個表 你選一萬次 出一萬次啦 跟民進黨啦 好啊 今天老共對你這麼壞 而且習污點是 幾乎九二共識等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那就是什麼叫一國兩制 就是滅掉國民黨滅掉中華民國 台獨也是滅中華民國 只是一個右邊一個左邊殊途同歸都要滅掉 可是我們是中間 我們是中華民國派 我們要保護這個國家 保護保護108 108的國家 你的黨綱一中各表 也是保護這個黨這個國家 你沒有保護 那所以中生代為什麼不 我只可惜啦 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那些青年軍啊 我前面講得很兇 最兇的幾個人 那也有跟我聯絡 我孤影其名啊 那幾個人去哪裡 你知道嗎 都出國了啦 哪有串臉多糗啊 把人家叫來 所以 人家香港的勇武派 死守香港中文大學 死守香港理工大學 然後國民黨的這一些青年軍 你竟能夠人這年輕人 嘴巴講兩句話之後 就出國吃喝完了 所以我講說 所以我在你前一段 你問我就是 中生代的領袖 像不管兩個自家市市長嘛 新北台中 跟兩個中生代領袖 曾經當過主席的豬 跟現在現任的副主席的豪 他們應該勇敢一點 這第一件事 第二 什麼叫勇敢 勇敢就是 你就串聯那些中 串聯然後呢 退黨不要啦 黨還是黨要維持 今天 串聯然後呢 要求吳敦力退黨主席嗎 就今天 今天如果串聯得 他反對票得95票 他就會辭主席了嘛 你知道那個時機過去了嘛 就是兩天前的時機嘛 如果他連 這個中央委員 他的被否決掉 14名都弄掉 他還有臉當主席嗎 只是你沒有這樣做嘛 就這些人膽子小 年輕人都是一群廢物嘛 有什麼用 這個黨希望在哪裡 張賢耀就會反對票過半 張賢耀反對票過半 是被桃園一個議員搞的 本來也不會過半 也當然最主要兩個議員 一個是依次共別 被馬英九搞 雖然以後他會不起訴 還第二個 他沒到場耶 他今天唱名 每個人講一分鐘證件 他不在耶 他在他還是 他還是會不會被刷掉啦 那今天重點是 有沒有人通知他 是要害他嗎 主罰會還是明明通知他 他沒有來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故事哦 因為還是有維持現狀派 只要投給國民黨的票 誰啊 誰維持現狀派 不是不是 我說我那個群眾群眾 投給國民黨的區域 或總統或是不分區的 可是就會被統派概括承受 只有我一個人在罵這些 邱毅罵這個吳世懷 國民黨的人很多 不管青年靜坐 幹嘛各的 還有老的中的都在弄 那都變成在搞吳敦義 沒有一個人去罵吳世懷跟邱毅 這是國民黨最大的危機 是這樣 就是這樣啊 就是說國民黨 今天蔣萬安也是偷偷摸摸啊 發一個臉書 我們說要挺香港人的 然後呢 那要不要挺邱毅無頭 蔣萬安 會不會票投蔣萬安 就是票投邱毅 票投蔣萬安 就是票投吳世懷 是 他應該蔣萬安 民調被追進 我們當然希望他贏 可是你不能被追進以後 才發臉書 臉書是最輕微的 應該正式開記者會 我不能愧對蔣家的列祖列宗 尤其蔣經國 所以我蔣經國一聲反共 一聲的直至 然後呢 現在他們兩個主張是背離現在國民黨跟我主婦的思想 就是邱毅跟吳世懷 那你主席你提名他 你這樣 你也不可以這樣背叛國民黨的基本的黨綱 所以我要罵人 他這樣講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如果如果講完願意像我這樣講他的第一位他就選舉才會更順利 所以他發那個臉書文在網路上還是引來各式各樣負面的攻擊啊 因為發的太第一個民調接近 第二個發的太慢 第三個幅度太小 我問想小平議員小黨的這一次的得票可能會這個跟過去幾次的經驗不大一樣 我認為小黨會超強強到不得了 因為三個黨加起來 我認為就親民黨跟民眾跟實力加起來20%耶 你兩個大黨加起來50%耶 那小黨扣掉等於70分之100 你還在乘1.3耶 20乘1.3變30幾耶 我認為有實習 而且這一次人民很愧疚 因為藍綠兩個黨的總統都其實都不強 就給小黨機會 這是人的善良的補償心理 這第二個心理的層次 我都還觀察像綠黨打空戰 然後那個鄭惠文醫師他臉書持續的發文 像他這兩天就發文罵了張善政啊 就說性平教育啊要多元 可是我猜測這一種 可能都有理想票跟印象票 就是說搞不好連綠黨都有機會過門檻 如果是鄭惠文這樣一路打 他就每天發文發文發文 然後發到54天之後 他的那個空戰跟輿論跟議題的攻防 可能會有效應 所以我最大膽的講 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預測名嘴預測 說實習以上 結果鍾小平講 大家看我準不準嘛 你說小黨嘛 小黨大家都看誰小黨 我的是大大看好小黨 實習以上起跳 這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大家不要忽略 宋楚瑜的票8% 8%乘以1300萬票 100多萬票 他可被保留破100 顯然他沒有157的威力 跟2016以前不一樣 簡單講就是 韓國瑜必輸 宋楚瑜就100多萬 韓國瑜有一點拉近的話 拉到舉例說10以內8 9 那宋楚瑜會低到連20萬票都沒有 因為投宋楚瑜他都知道他會輸 那當韓國瑜一定輸的時候 投宋楚瑜他心無就投吧 我謝恨啊 報仇有仇報仇 沒仇練身體 你就投宋楚瑜 當藍綠對決一形成 韓稍有機會 宋楚瑜會低到無法想像 這第一個觀察點 第二個觀察點 以前投票率在馬英九時代 八成多2008年 然後再來呢 2012年還有7成8 還有7成4 然後到了2016 6成6 不投票全部是國民黨 投票都是民進黨 所以蔡英文大勝 好這一次 你看那個做民調 45加29加8 82%沒這回事 我認為當韓國瑜 如果民調顯著落後 十幾%都不動的時候 投票率還是六成多 那誰不投票 是國民黨不投票 那輸到決定是無法想像 所以退遲一步 既無失所 你不努力往上咬的話 你就會大敗 往上咬的話 就先壓縮送 自己再成就 自己有沒有拉近的機會 這第二個觀察點 那第三個觀察點 區域立委怎麼辦 今天所有民調 如果說投票率是六成六 所有國民黨 而且如果是照你 剛剛估算的 國民黨的支持者不投票 或者投票率偏低 那區域立委 還會受到多大影響 還是受到的衝擊 搞不好比2016年那一次還要大 就今天 所以簡單講 以台北市為例 民調沒有營食的 如果投票是六成六 而本黨沒投 因為不會沒投 然後民進黨呢 都出來 年輕人都出來投 投給蔡英文 我認為沒有營食的 全部滅頂 真的假的 所以壞的結果 搞不好只剩賴自保一席 這麼誇張 選得好 七成四投票率 我認為選四到五席 六成六投票率 搞不好就一兩席 但大安會過啦 那費紅太可能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機會 所以完全看投票率 我簡單講 從七成四到六成六 那藍軍的支持者 這一次有宋楚瑜 有韓國瑜 還有可能不投票嗎 香港的因素 對藍軍的 北台灣的支持者 有沒有那麼大影響 我今天在門口 遇到了朋友 不點名是誰 總而言之 他有小孩在香港念大學 大學聰明優秀的北域女小孩 然後現在是念大二 撤回來了 台北市一大堆家長 建中北域女 現在喔 那個跑到香港念大學的比喻超高 那不是一個年級而已喔 大學有四年了 有些人念完四年 還念碩博士喔 這一批很多 那個香港的台籍的學生 撤回來喔 主要集中在台北 就是說他的戶籍他的家長 他的阿公阿嬤 他的阿公阿嬤 跟他的爸爸媽媽看到畫面上 對著香港中大 對著香港理工大學丟汽油彈 那些台灣的家長嚇都嚇死了 我舉個例子 四年前國民黨超弱 藍綠的基本盤從來沒有變過 大家覺得我講的話 是很相怨 真的是這樣 當沒有換柱事件 那時候朱立倫有做民調 2016是蔡英文多強 我們多弱的時候 踢台做41比41 投票前很久 大概89個月以前 當換柱當弄垮以後 蔡英文得了689萬票 那倒頂了 你同意吧 四年前 那送處的157萬 都是國民黨你信不信 是 那第二個 我們得了380萬票 那加上100多萬沒投你信不信 因為投票率只有6乘6嘛 6都投 加起來也是689萬票 沒投的 加四年前加租的 再加送處157 所以我們指今天關鍵就是投票率 有7乘5有得拼 有6乘6 死到死到失衡遍眼 這就是國民黨的結果 那有香港這樣的殘暴警察 有吳思淮這樣的不分區安全名單 有韓國瑜這樣的天兵團隊 還有一個永遠每四年出現一次的老頌 請問國民黨藍軍票會有多大比例 完全沒有辦法投下去 國民黨藍軍就是看民調 如果一直輸十幾趴 到封關前十天 那我認為投票率就是6乘5而已 我很悲觀 6乘5是什麼概念 比6都還低 好 那是很可怕的事 就是看到這種民調 覺得不用出來浪費一張票 不用浪費給宋楚瑜 不用浪費給韓國瑜 不用浪費給吳思淮 還不如在家裡睡大頭覺 除非韓國瑜拉近了到8趴 不然不會有氣泡 不能雙位數 如果七八趴就會出來投 所以順便總統不投了 順便不投區域跟區域 跟不分區 那就是這些人都沒有辦法 吹他們出來投票 那你剛剛講的 比方說蔣萬安的票 李彥秀的票 可能就會少掉很多 林玉芳的票 所以很可能是蔣萬安 林玉芳跟李彥秀 你現在唱衰這三個同志 不是完全看投票率 看投票這三個就是 我們最可能當選就要賴斯堡 投票率五成他也會當選 因為實在太懶了 五三你知道嗎 費鴻泰也是 費鴻泰相對是 也不完全是 第一是當選穩定度最高 第一叫賴斯堡 第二叫做林玉芳 因為民進黨太弱了 大安區嘛 大安區 大安區太難 第三叫做費鴻泰 第四叫蔣萬 第五叫做林玉芳 我說看好度啦 應該這樣排啦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